欢迎来到 蓝女诚实说 欢迎回到诚实说 我是裴辰 我是小安 小安啊 上礼拜是国庆 年假小安回去的这个 嘉义老家一趟了 那嘉义呢 有什么好玩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吧 我家最好玩 你家最好玩 家里呢 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所以年假 当然就是窝在家里啊 然后狂食肌肉饭 没有错啊 你光是回家 这一趟呢 我在家里照顾两只小猫 我就快累死了 下一次我要求你带回家 好那这个养猫 大家都会有这个困扰吧 就是呢 出去玩的时候 都很担心猫咪啊 所以不知道大家呢 你们出去玩的时候 都怎么处理家里 毛小孩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这个跟我们的新闻 没有关系啦 我们今天要跟他谈的新闻呢 倒是跟屎尿屁又有关系了 那我们要看本周第一则新闻吧 本周的第一则新闻呢 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嘛 文匹可以抗癌 对不对 那这一则新闻呢 其实是那个有个网友啊 在这个tray上面发文分享说啊 还有个同事呢 她是一个女生啊 这个女网友就说啊 还有个男同事在她的 就是他们平常上班的时候啊 就小小的恶作剧 跑到她的旁边呢 放了一个屁啊 然后你跟他讲说 我刚刚在你身上放个屁哦 好恶啊 超恶的 当然也是蛮屁孩的啦 其实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小小捉弄 如果你今天很熟的同事 可能就这样还好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蛮好玩的 当然如果你不熟的话 这样就有点恶劣 或是你很恶心的话 就是蛮恶心的 而且你知道他放屁的时间点是什么吗 是午休时间 大概吃午餐的时候啊 做这种事情 是真的蛮智障的 不会有人喜欢你 就很屁啦 是一个很屁的同事啊 那所以呢 当然这个网友Paul 他其实没有表达 他对这件事的不满 他觉得就算啊 可能同事之间的一种互动嘛 有习惯 就算了 反正他可能冷就这样 他觉得也没有被冒犯到 结果没想到 过没多久啊 这个男同事就跑过来 跟他道歉 很郑重的说 对不起 刚才做了一些不礼貌的事情啊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之类的 这么突然 就超突然 就很这个 很严肃的跟他的道歉 然后结果没想到 他就问他说 那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来跟我道歉啊 然后他就说 因为啊 他刚才被人资给叫过去 训了一顿 就说你不应该呢 在职场上面做这种事情 你这样严重的话 可能是一个霸凌行为 而且你这样对同事的 不礼貌不尊重呢 也会连带影响公司 对你的看法 所以呢 就是教育了他一顿 希望他可以去好好道歉 并承担这个后果 那为什么会被人资发现呢 没想到啊 这公司有很多耳目嘛 有人就看到这过程 就告诉了人资 那你知道公司里头啊 只要有员工啊 有任何状况啊 人资通常都要 第一个时间去处理的 哦是哦 包含有性贫状况的话 就是有些被性骚扰呢 就要举办这个性贫 造极的这个委员会 要这个严正的检讨 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或是有员工啊 发生加班时间过长 人资也会关心 你怎么加班时间那么长啊 所以人资呢 大部分应该要做事情 好的人资都会去关心 有一些新进员工啊 或是其他职员的状况 那有一些 当然我们大部分时间 遇到的人资通常都是 哎 会 那是财务做的事情 人资可能主要就是 招募招募你的时候 跟你联系 那 路子之后 通常都消失啊 那当然就是他会说 有状况都可以跟他讲 但大部分的员工都不会主动讲 而且你的主 都只会跟主管讲而已 对对对 你只会讲两件事啊 就是你路子的时候跟他聊 和离子的时候跟他提 对 通常都是走这样 所以只能说 这个人资啊 我觉得神通广大 就是他可以呢 哦 盯绍到每一个角落 就连放个屁都被他发现 还是只是他在跟姐妹 中午聊天的时候说 哎你知道哪个 哪一个部门的人 在那边放屁还敢讲 有可能就是 其实他朋友 隐约就透露了这个讯息 这样 那说不定 他就是他养的这个眼线啊 对不对 因为像鬼灭之刃里头 那个乌鸦 有没有到处都看得到 怎么也这样看 大家都在看你哦 所以大家记得啊 如果以后呢 有任何这种状况 还是要小心 就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无聊当然有趣 你可以放屁给女朋友闻就好了 对 不要放屁给伴侣闻 不要放给同事闻 那个屁很珍贵 留着 回去帮你的伴侣抗癌 以前啊 我们都会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女生在择偶的条件上面呢 都会要求对方经济要稳定 对不对 没错 之前有讲过15个条件嘛 对 洋洋上 那最近就有网友提出说啊 哎 为什么很多女生呢 在交友软体上面要求的条件 都是要有车有房 那没有车没有房 我就不可以跟你交朋友了吗 我就不可能有跟你发展机会吗 我可能现在没有啊 我以后会有啊 那你这个条件一开出来 我就没办法跟你 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发展 那我们的未来怎么看呢 那很多网友就 因为这篇文章 心有戚戚烟 就觉得很有共鸣 就觉得现在的 怎么越来越物质化 哎 动不动就是 我要先有什么 才能够跟你交往 那你身价有这么高吗 又或者说你有值得呢 我有这些条件 后再去追求吗 那我就来问问 小安你的观点是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现在很多女生呢 会提出说 你要有车有房 才能够当跟我发展 朋友关系 甚至到男女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 经济的安全感 因为在你还不认识这个 他没有那么认识这个人之前 你最先能找到的安全感 是经济的方法 就你的观点来看 是觉得说 因为这些女生 他本身对于你这个人呢 是没有任何性度的 就是没有信任可言 所以他觉得 至少啊 实物面试上面 你证明你有经济能力 经济基础 有车有房 算是一个基本条件 那如果我们今天啊 你看到一个帅哥 也会要求他 有车有房吗 还是不要负载就好 可能是不要负载就好 可能是有稳定工作就好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信任度 还是建立在所谓言之之上 所以各位网友 找到答案了 你们答案就是 你们太丑 如果是帅哥的话呢 哪会要求你有车有房 帅哥可以拿掉一些东西 对嘛 所以其实说到底呢 回归到我们这个过去讨论的一脉的这个论点上 就是啊 你一定是颜值不够才要经济来凑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以前就有一个论点就是 因为雌性动物 作为这个在动物界里头啊 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呢 女生呢 她就是留守在窝里头 去照顾小孩 所以因此也 他们会更看重这个 公的或雄性生物呢 他们狩猎能力 能不能带回更稳定的这个资源嘛 这是很古早的说法 那我放到现在的观点就是说 他要留守 你要先给他个窝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连窝都没有了 他怎么能信任你能够打猎成功呢 对不对 好那这个论点呢 比较不正直不正确 或者是你在外面战死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个窝嘛 对不对 那再来另外一点就是 很简单的 你所有的人的条件 永远都不是只有 只看钱这件事情啦 老实讲你今天如果长相彭 红鱼岩身上六块鸡 你就算没有钱 他也相信你能够赚到一千万 他可能会出去打猎 对他会换他去打猎 你就留守在家里纺织就好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就三个面向 一个是你性格嘛 再来就是你的外表嘛 再来就是你的财力嘛 这些就是 这现在你去评估一个人 是不是适合当你伴侣 反过来想 所有男生也不是一样吗 对啊 我们先看什么 外表吧 外表嘛 对就是外表外表外表 哈哈哈哈 好像也只有外表 对嘛 所以其实老师 当然交往之后就会看性格 或者看其他的点上 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 很多女生被骗过了 像以前我朋友 他都会很看外表 嗯 然后他自从教过几任帅哥之后 他后来的条件都是 工作要稳定啊 有什么 就是开始变成一些物质的条件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所谓的 因为他们 他们常骗了这个陷阱的独孤啊 没错 于是又仰救一身防御的本能 但是这个就对于后面 他挑的对象就很不公平 再来呢 他前面都挑帅哥 后面都改挑丑男 但反而把这些条件就放到丑男身上 对对对 可能不是丑男 就是比帅哥不帅的人 就普通男 普通男就可能 他挑一些相对普通的人 结果就拿帅哥造成的阴影 放到他身上 没错没错 你就好好认可 认 就是认清自己 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为什么会被帅哥骗呢 就是因为你喜欢帅哥嘛 你今天就一开始要找个普姓 普男啊 不用普姓男 就找个普男交往 他就不会让你有那个阴影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可是不是 话也不能讲啊 但后来就会变成找帅哥 然后一直破争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还有个状况 你找个普男可能还会劈腿啊 对啊 那 还是找帅子好了 大家都知道嘛 千金买房 万金买铃 铃居呢 如果不好的话 其实蛮影响 大家的生活品质了嘛 那今天就是国外呢 有一个网友啊 因为他的铃居啊 时常制造出噪音啊 让他这个生活不得安宁 而且他想说啊 哎 晚上就算了 结果这个铃居是 一整天呢 可能下午也在跟这个 老婆翻云覆雨 哎 是老婆吗 哎 不确定哦 来 我们来看一件新闻 到底怎么了 啊 就是这个网友就说啊 他发现他楼上的邻居啊 哎 最近啊 下午的时间啊 都在 哎 声音很大声啊 导致呢 哎呀 他的这个 生活啊 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 就 太吵了 没办法睡 可以大声成这样子 是真的很大声 对 之前有看到那个 一个影片 就是那个黑人二人组 他们搞笑影片 他们有拍一段就是有一个男的去买床垫 然后就要买那个弹性很好 震动能够抗震能力很强的床垫 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他楼上这个人啊 整天打泡的时候啊 这个楼都在震 所以呢 他必须要有一个抗震很好的床垫 让他好好入睡啊 太大力了 太大力了 好 那这个新闻的这个 苦主啊 就说啊 因为他真的太吵了 实在睡不着觉了 也因此呢 他就是觉得说 嗯 要有什么方法可以反制这个状况呢 像台湾以前有发生过那种 如果邻居太吵 楼上太吵 会干嘛 会有那个震动器 就是定时是 咚咚咚 用马达 反制他一样 对 反制他 就是那叫什么 抗灵神器 反正就是可以制造噪音回去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网友呢 没有用这种抗灵神器 因为可能在外国并不流行 这种震回去的方法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不知道 因为他知道说啊 楼上的那一户呢 其实是一个已婚男子啊 然后他 其实他偷情 他是在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女生 在翻云覆雨 他用侦探模式 所以呢 他就偷偷的把车牌拍下来 还有拍下这两个人结伴而行的照片 他寄给了老婆 好屌哦 后来呢 就一夜好眠 再也没有人来到他家楼上 再也没有 那台车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所以说啊 最好的这个解决邻居的方法 就是让他的婚姻不美满 自然会有人解决他 让他老婆解决他了 可能再也没有声音了楼上 永远不会用 可能在某个森林里头 沉眠了这样 所以呢 大家如果下次提 觉得说 邻居哀哀声音太大声了 你就可以观察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在偷情啊 对啊 怎么可能每天这样子 台湾最近刚经历了 山陀尔台风嘛 所以风灾态很大的这个灾损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 有灾害的地方啊 都会特 报道上面会特别的谨慎 像我那些新闻系的 我们很多同学啊 现在在这个线上当记者 他们也是很辛苦啦 都要到第一现场去直播啊 去做这个Stand啊 然后 没有休息 对 他们也没有办法 像我们有台风架 所以呢 在这个台风抢流量的时候啊 有些网红呢 也想要抢这个流量 今天要讲这个新闻啊 就是美国呢 有一个 IG拥有很百万追踪数的网美啊 他不是在台湾拍的 他是美国人 所以美国刚好最近有一个飓风 这飓风呢 导致162个人死亡 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害 像美国飓风的话 之前有卡吹纳最有名的嘛 这种影响很多人 造成很多人家破 就是家破人亡 被卷走了 那个是龙卷风 飓风跟台台风是一样东西 就是有淹水啊 或是吹翻屋顶啊 反正就是很严重 那这个网美他叫辛普斯安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在这个飓风登陆的晚上啊 穿着一套亮色红色的比基尼呢 到现场做Stan 报导现场的灾害状况 还很聪明的拿着雨伞 你看风多大 呼呼呼 这个展露出他胸前的旁人大物啊 尾物 让大家看到风力的强悍 然后一边用骚手弄制的方式呢 去进行的现场报导 当然这种行为呢 也马上引来了很多他法 没错 大家都已经在灾难了 你还这样子 没有 你拿灾难开玩笑 那灾难就会摧毁你的公关啊 所以马上引发很强烈的公关危机啊 马上延上 真的是延上 我真的觉得如果已经 每个人都有追求流量的那个本能啦 就是你今天做自媒体啊 或做网红行业 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但是有些事情 你真的当做不当做 你还是要有底线啦 这个就是一个 就一把尺 自己要有一个好好的准则啊 那这个行为 显然就是不合适的行为 所以也是奉劝大家 因为像之前 有些人跑去柬埔寨 还拍那个闹鬼的啊 那个也是很蠢 愚蠢 就是不要 有些事情就不要做嘛 还有之前我有看过 有些外国的网红 为了要追求刺激流量嘛 就可能从 那个十几楼 二十几楼跳下来啊 或是呢 去玩一些 容易死亡的一些实验啊 像触碰高压电 或是拿刀子割自己这种 反正就是做很多愚蠢的事情 人类有一百种 愚蠢的死亡方法 但是呢 不要为了追求 流量做到这种程度啊 每个人都有一套 自己的流量密码 那好好做 生命 生命有限 但是呢 这个追求虚无的东西 不值得 没有错 所以呢 当然也不要拿人家伤口开玩笑啊 这个跟地狱梗无关了 或是这跟这个 哦 他只是做一个趣味的报道也无关 因为毕竟是一个有死人的 一个状况的新闻嘛 而且他搞不好就被吹走了 对啊 你这样子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同时也不尊重灾民们 那可就不好的哦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因为工作得到一个幸运的回报的一个故事啦 就在这里是意大利的一个回收业 就是清洁业的业者啊 他叫罗素 那他呢 在1962年的时候 捡到了一幅画 那这幅画是他在清扫一个民宅的时候 就整理人家啊 可能把仓库一些垃圾搬走 拿去丢掉的时候 发现这幅画 那时候他也没有想太多 可是因为这幅画蛮独特 于是他就把他带回家给他裱起来 然后一直以来呢 就是收藏在自己家里头 那结果呢 因为这个罗索的儿子呢 就觉得这幅画好眼熟 因为当时候捡回去之后 然后他儿子刚好很喜欢看艺术史 所以呢 就对很多名家的话 都算是了落指掌 所以他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有一位特别有名的画家是谁 比卡索 比卡索的 对非常有名 印象派画家嘛 那他对于比卡索的画作呢 不管是早期 中期 晚期的 所有的作品的画风改变 甚至独特的签名方式 都有一些印象 也因此他觉得家里的这幅画 怎么看起来 越来越像比卡索的作品 但是呢 罗索的儿子的妈妈 不是 罗索的老婆啦 他就觉得说 啊这幅画好丑 丑爆 看起来超阴陈 很恐怖 可不可以丢掉 好可爱 那老婆呢 觉得说老公整天捡垃圾 放在家里有更恐怖 我这幅画真的丑到 没办法形容他的丑了 大家知道 印象派吗 比卡索 比卡索的作画 你现在挑出来的那画面 就是他 你现场呢 就去google 任何一张比卡索的画呢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 你绝对不会认为 它是一个 多漂亮的一幅画 那总之呢 就是 当然在意见很两洁的情况底下 他就抱持这个小孩啊 就是抱持以后长大了 后来呢 他终于有机会 这个小孩叫安德利亚 这个安德利亚呢 后来有机会呢 就找到一个艺术基金会呢 他这个基金会干嘛的 他们是专门修复鉴定啊 一些名画 的一个基金会 就拿这个画去给他鉴定了 鉴定结果确实这个就是 毕卡索的画作 完完全全呢 就是毕卡索的 很早期的一些作品啊 这个作画年份 可能在1930到1936年 那描绘的对象 可能是他某一位情人啊 这个是一种 偷情书被发现的感觉 毕卡索很有名 就是他画的那些 你觉得很丑的肖像画 很多时候都是 他某一任情妇 或是某个情人 伴侣或老婆之类的 他很喜欢画的 很爱你的时候就送你衣服 可是他画的很恐怖 因为毕竟是印象 是他的印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收到画的人 到底会快乐还是会怎么样 可是他蛮早就红了 应该会开心吧 就是收到画就觉得很开心 就算他画两这个乌龟 有没有 就是那种火柴人 你也很开心 你对我的印象 就是一只乌龟和火柴这样 所以如果有那个什么 他如果偷情的话 然后把家里放在那幅画 就会知道 他跟毕卡索偷过情 有可能 但毕卡索这个风流 大家都很清楚 好 那可能他做他的伴侣的人 你也心里都知道 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离我远去 因为劈腿只有一次 只有零次 和无限次 对 好 那 那这个幅画呢 现在被语判出来价值呢 超过这个六百万欧元 所以大概是两亿多台币啦 所以他等于是捡到宝 可是这个画呢 到底 因为后续他是归属于 毕卡索基金会的 还是是这个罗素家里的 这个可能就是还有商榷余地 但罗索的 就是这个儿子 亚德利安 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表示说 他其实不在乎 他到底那幅画值多少钱 他只想搞懂 是不是就是他想的那样 他只是为了解开一个谜团而已 对对对 所以他也算是不求圣洁 有没有 他是求之若渴 对 他在财 知识跟财富面权 他选择的知识 要有这种精神 才能够捡到毕卡索的话 不过是他的老爸捡到 也不是他捡到 他想要当传家宝传下去 有可能 好 让我们看本周下一则新闻 本周的最后一则新闻呢 就是又来到了 钢门大赛啦 久违的钢门大赛 小孩还记得我们上一次 是塞了什么进去吗 蛮鱼吗 蛮鱼活蛮 对啊 是吧 好像就是有咬伤的那一个 然后呢 之前还有塞过很夸张的 像是玻璃瓶嘛 就是长条的 还正常的玻璃瓶 还正常的 酒瓶吧 会有一些这些东西 今天呢 终于来了一个挑战者 是来自俄罗斯 之前都是在东南亚 或是那个亚洲区域嘛 终于来俄罗斯人了 俄罗斯人表示不服 你们塞活蛮 我们俄罗斯人要塞要塞大的 嗯 这次俄罗斯的一个男生 为了追求刺激呢 他就你知道 他把一个玻璃罐 你知道那种罐头是装那种 酸黄瓜 对对对 pico的那种 或是装一些水蜜桃啊 罐头就是 会很大一个 就是宽的 是宽的那种 OK 他塞进了 所以也因此卡在里头 拔不出来 他在扩缸 哦那个扩 那有些人会扩耳洞 他那是在扩缸 大家想像可能是 他是用虫窄口进去对不对 哦没有 他只是从宽的地方进去 怎么可能 他是反过来进去 屁股都没那么大 所以不知道他是怎么 怎么这样进去的 好没有 没有办法想像 你知道要不是我看到那个 X光照片 我真的没办法想像 他到底怎么塞进去 他怎么 那个洞那么小 对啊 他可能 还是他每天这样一个式一个式 你知道像俄罗斯娃娃 俄罗斯娃娃 他用那个式的 套娃进去吗 怎么套 没有没有 他就是先从小的啊 那一路套套套套套套套 不知道他是直接进去的呢 没有说他前面练习啊 没有前面练习 对他平常都爱练习这件事情 所以他最大的时候卡住 他现在放屁已经是那个 呼 他没有 他是 呼 会有风动的声音 我觉得会更大 所以我们可以对着他屁眼 所以我们可以对他屁眼许愿吗 会有回音啊 就是会 会对他屁眼喊 你还好吗 妈妈 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 太松了吧 太大了吧 谁会啊 那当然了 这一次这个参赛者 我只能说他是非常厉害 身体素质极好 那因为都塞进去了 所以呢 卡在里头拿不出来 在看医生的时候啊 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拿 因为如果压迫 把他硬是拔出来 可能击破旁边的瘴气 那有可能会去导致玻璃碎掉 会割伤他的肠道 对耶 所以其实呢 后面呢 他们是透过这个润滑剂的方式呢 把他 你知道吗 他们是透过手术啊 开刀把他拿出来 哦 然后拿出来之后 竟然发现了 这个玻璃罐还套着一个保险套 然后上面 上面还有润滑剂哦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这个 性意识非常 安全意识非常足够的人 他唯一不足够就是选错的东西 哎那保险道怎么可以那么大 欧洲赛斯 哎好厉害 欧洲赛斯 哎保险道都可以拿来吹气球啊 哦 你之前有看过就是有一些 蛮搞笑的影片 就是他们会把保险道拿来当气球 吹很大 掏头上的啊 或是拿来当手套的啊 反正就是有很多搞笑的影片 保险道他的那个伸手度很强的啊 嗯就算浩克还用了都足够啦 嗯哼哼 永远都够 OK那这一次的这挑战者 还好啊 就是有惊无险 嗯 塞进去卡住了 医生还是把他救出来了 那希望下一次的挑战者呢 不知道还会在塞什么东西 不要再挑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肛门大赏哦 那本周的这个新闻就到这里结束啦 那小安 你觉得下一次呢 这个肛门大赏 还会有什么样的挑战者呢 我们每一次都要想一个 你想想看呢 这次都已经宽的了 你就下次会塞什么进去 蛤我现在是什么东西哦 刀吧 不然你不然 刀太狠了 那肛门就要死掉 我觉得那你才下一个 挑战肛门大赏国家是哪一个 现在已经有收集有 泰国啊 印度啊 对对对 然后现在还有俄罗斯 台湾之前也有 那你觉得下一个国家 你想要看哪一国的 来挑战 你想要看哪一国 可能是非 非洲吗 非洲 你想看非洲人挑战吗 对我想说看他们可以塞一些什么 哦你也是蛮惨的 好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呢 要点赞订阅加分享 没错 每周三每周四准时更新影片 我是裴辰 我是翔安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影片结束咯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 小铃铛也别忘记按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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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